好 再看到这个玻璃市大人怎么会带头违规呢 就是在新竹市东区的这个食品路上 有一位驾驶他看到有个富人准备要过马路 他就赶紧停车要礼让富人 不过呢这个旁边车辆却不断的通过 没有礼让这位行人 而且第一辆违规的甚至还是交通队的警车 让这位驾驶非常的傻眼 愤而检举 还有这个黄色小药的魅力也持续的狂扫高雄 高雄市运发局呢 趁着这样的热潮在爱荷湾的周边 也举行了2024创意造伐大赛 参赛者们他们发挥巧思 透过各种环保的材质 打造跟黄色以及小鸭相关的主题出发 总共吸引有50组的队伍来报名参加 有人很顺利完成比赛了 不过也有人还没有比赛就翻船了 这个现场充满了欢笑声非常有趣 好的 一看到有一艘中国籍的海钓船大洋号 从2月15号开始就进入到我国的东部海域 一直就在周边袭扰搜集情报 而我国海巡也试图呢 用这个无线电喊话询问他们的意图 不过对方呢都没有回应 那么桃园舰也持续的在紧盯 不让对方深入 目前呢双方都还在这个对峙当中 你看到这一艘这个大洋号就像这样子 紧邻24海里线 在南北来回的行驶 那么其实你还记得吗 在14号才有一艘中国籍的无名船快艇 到这个禁止的水域内来越界捕捞 因为他们拒检翻覆了 也酿成凉死的意外 对此呢这个中国国台办的这个发言人呢 也发出了声明表示 在惊吓海域这个传统的这个渔场作业呢 根本不存在禁止跟这个限制的水域 并且要求台湾要放船跟放人 这也让两岸关系也再度陷入紧张 对此呢民进党团的这个立委呢 谴责中国是企图虚无化我国主权 造成区域的冲突 而国民党立委则是喊话中央 说部分的地方事务可以授权 让地方来沟通 娱乐焦点看到 今年中国的贺岁片呢 有九部在这样期间来抢票房大饼 其中呢女星贾玲她自导自演的热辣滚烫 票房冲破了27亿这个人民币 相当于是120亿新台币 表现非常亮眼 其次呢是沈腾所主演的《飞驰人生2》 票房也突破了24亿人民币 那么这些情况呢 都疑似冲击到了香港天王 刘德华的最新作品《红坦先生》 也让片商呢紧急发出了声明 宣布他们要退出这个春节党旗 将会择其再跟大家见面 好年纪的这位运动员们呢 他是以一句这个洪荒之力而爆红的 中国女泳将傅元慧 日前他跟亲友包车到了吉林省的 长白山来旅游 没有想到这个计程车司机突然在半路加价 傅元慧于是就在中国的社区网站 微博上面发文求助 这也惊动了当地的旅游相关单位 立刻介入调查 目前这个司机已经遭到了逮捕 而车辆也被查扣 将会面临3万元人民币 相当于新台币13万元的罚款 过去曾经有民众呢 在贝雷海鲜当中吃到了珍珠 那么近期有一名日本网友 在超市购买了打折之后的 北海道繁利扇贝 这一盒呢还不到新台币70元 回家之后他发现这盒扇贝肉里头 竟然藏有5颗大小不一的珍珠 也引起热烈讨论 而贴文甚至还吸引超过 2000万人次的点阅 专家表示这个扇贝出现珍珠的几率 大约是只有10万分之一到百万分之一 那么跟牡蛎比起来 这个几率是相对低 但是呢这个扇贝的这个珍珠太小了 完整度也不够高 所以大约只有几百元的价值 花莲在大年初四举办了炸喊丹活动 象征消灾祈福 其中有一位女喊丹成为瞩目焦点 好一起来关心天气咯 今天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 不过西半部地区金门马祖寨 这个清晨容易会有局部 提醒开窗的朋友要特别的小心了 而在温度方面 今天比昨天还要温暖 看到北部高温来到26度 而南部高温还有30度左右 不过日夜温差蛮大的 早出晚归还是要适时的添加衣物 再来看到雷达回坡图上 今天只有在东半部地区 还有恒春半岛 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其他隔离都是非常稳定的天气形态 那么这样的好天气 会一直持续到星期四白天 不过冬一不要记着收 周四的下半天 会有另外一波的封面报道 预估这波冷空气会持续到 二月底左右 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咯 好来看到这个最新的现场消息 是高雄灯会小提灯 这个小朦胧呆脑兽 还没有推出就已经询问度高到爆表了 今天在高雄港18号码头 也特别加码发送 每个人限领两展 还是幸运有上千人来排队 最早的民众在清晨五点多就来了 这一情况连线给记者 王志轩 陈信仁 纠团出游要是人数是单数这个房间 该怎么住呢 有网友说他们三个人 报名参加这个北越双龙湾五天行程 因为饭店的房型是双人房 如果是加床或是换单人房 都会产生费用 就引发他们质疑说 是变相的来加收费用 对此业者说 这个单数团的住宿都按照规定来办理 如果无法接受可以取消 请不吝点赞订阅